我国15岁的学生在国际测试解决问题能力的评估当中 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 但是评估也发现 四成的本地学生不相信靠自身努力可提升智力 多达七成的学生害怕失败 记者吴立新报道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开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成绩出炉 本地学生拿下阅读数学和科学所有三个环节的第二名 使得我国从世界第一跌落到排名第二 中国取而代之 这并不让我们觉得担心 因为我们参加这个项目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争取最强的排名 我们是要为了学习任何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 让我们的学生在培养期 面对将来挑战的环境下成长 本地学生在阅读和数学的平均成绩都比上一届来得好 阅读环节的表现更有显著进步 评估另外发现 只有六成的本地学生相信 单靠努力就能够提高智慧 这比平均比例来得低 也有超过七成的学生 遇到挫折时会担心别人对自己的想法 担心自己可能不够能力 甚至怀疑自己对未来的计划 这比平均比例来得高 心理学家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青年在家中被父母过度保护 而在学校得面对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 让他们容易产生挫败感 我们华人唯一最注重的就是读书 如果考试成绩是他认为我是不可能的 就会没有自信心 所以父母应该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从小能够习惯 面对失败 面对挑战 仍然勇往直前 三年一度的评估 共测试全球79个经济体的15岁学生 这是我国第四次参与评估 超过6600名学生参加